压口前 事情发生在2012年 广东省东莞市高布镇 那时我刚刚失业 搬到了这里的一个 较偏僻的地方居住 但是偏僻也有好处 这里到了晚上 附近几乎没有什么人活动 都是小树林 正好方便了我 我那一阵迷上了弹弓射击 每天晚上都会找个隐蔽的地方 用各种东西当作目标 练习准头 一天晚上 我正在用几个啤酒瓶子 练习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的林子里 传出几声鸟叫 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要知道 喜欢弹弓的人 谁不想能打几只活的东西啊 我一转身 就顺着那几声鸟叫 钻进了小树林 可在树林里 转了好几圈 不但没见到鸟的踪影 反而一不小心 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 这一下 可把我摔得不轻 这小树林里 都是碎石 我又没加防备 顿时整个身体 都趴在了地上 可当我抬头 看见把我绊倒的东西时 更是吓得 三魂出了蹊跷 那是一个 死人的头骨 从土里露出了一半 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烂得残缺不全 刚才被我一脚 又踩碎了很大一块 我虽然并不是 什么胆小的人 平时晚上一个人 在山上乱跑 也不害怕 可是一想到这林子底下 也许是个 古时代的坟墓 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发毛 遇上这种晦气的事 我也没心思打鸟了 匆匆地离开那个树林 往家里走去 我当时住的地方 离这个小树林 大概有一公里远 我步行回家的时候 总是感觉身后 有人跟着我 有时用余光 都能看到身后 似乎有个黑影 可是回头去看 又看不到 那种感觉 非常诡异 我一直在心里 跟自己说 那都是心理作用 可这一路上 那种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好不容易 到了家 我马上死死地 关上门 才尝出一口气 回家后 我把在外面穿的衣服 脱了下来 换上睡衣 想睡觉 可这时 突然当当的一声响 一个金属的东西 从我的牛仔裤里 掉落在地上 刚开始我以为 是个硬币 可低头一看 发现那东西 是个黄绿色的铜钱 我顿时很高兴 这种东西 这些年好像有很多地方收 好像还很值钱 我打鸟的时候 高高地卷起了裤筒 这东西肯定是摔倒的时候 带到裤筒里的 看来这一跤摔的 还挺值 我想着明天去古董街 找人看看 就顺手把铜钱 放在床头 睡觉了 可半夜里 我被冻醒了 随即我发现 自己遭到了鬼压床 全身都不能动弹 只有眼睛努力地 能睁开一条小缝 可就是这一条小缝 让我发现身边 躺了一个黑影 那黑影的面目 看不清 属于半透明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 回家时余光里 看到的那个东西 而它大张着嘴巴的位置 就正好 是那枚铜钱 我当时脑子是清醒的 我想这个鬼影 一定跟这枚铜钱有关 可我的身体 始终动不了 就那样一直跟鬼影 并排躺着 那时的感觉 我直到现在 我直到现在 也不敢去回忆 不知道那样躺了多久 我的意识 慢慢地模糊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 又能动了 我大叫了一声 一咕噜 爬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 往那个鬼影躺的地方 看去 鬼影已经不见了 可是 可是就在那鬼影 昨晚躺的地方 却出现了一片 非常诡异的人形印记 我穿好衣服 跑到了后街镇 文化市场 谷玩一条街 不为卖掉铜钱 就想找人看看 这东西按说 是辟邪的 但是这枚 为什么这么邪门 一个专门 买卖股币的老店主 接待了我 他拿着那枚铜钱 又是闻又是看的 琢磨了好半天 哎呀 这铜钱 可没人敢收啊 这应该是一枚 死人的丫口钱 别的普通铜钱 由于流通广 沾染的阳气重 都可以辟邪 可这个 那店主却跟我说 这枚铜钱 应该是古代死人的 丫口钱 非常的邪门 他可不敢收 那老板跟我说 古代人死了以后 大多都会在嘴里 放一枚铜钱 叫做 丫口钱 也是普通人死后 唯一能带走的财富 盗墓的 都不会去动 否则会被死者的亡魂 纠缠死的 我想这枚铜钱 应该就是我昨晚 见到的那个 骷髅的 丫口钱吧 被我不小心 带了回来 而那个 黑漆漆的 鬼影 就是死者的 亡魂 来找我 讨这枚铜钱的 我趁着是白天 又乍着胆子 跑回昨晚的 那个小树林 费了很大劲 找到了那个 骷髅 把铜钱 又放回了 他的嘴里 从那以后 再没见过 什么鬼影 好